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chael 教理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市场表现 那么昨天周二澳洲股市再一次出现了下跌 这也是澳洲在这一周开盘以来的第二个下跌之日 主要是由于矿业股 特别是铁矿石价格连续两天的回调 使得澳洲主要的矿产价格 不是矿产价格 是矿产股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调 所以昨天虽然跌幅不大又是一个0.4% 但是两天0.4%加起来的话也差不多有1%左右了 中国方面中国上证指数昨天也有轻微的下跌 跌幅仅仅只有0.1% 但是上证指数现在依然是维持在3200点之上 那么现在我们说到 这个主力资金既然已经开始逐步进场了 那么股价不会出现太大的下跌 欧美股市昨天跟亚洲盘相反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上涨 其中欧洲方面英法德三个国家 也在能源和银行股的上涨推动之下 估值都出现了大约是0.5%到1%的涨幅 美国三大指数也是继续在创新高 其中道琼斯指数是刷新几乎要到19000点 目前是18890点 纳斯达克也上涨大约是1%左右 另外在其他产品上面 黄金价格目前稳定在1220之上 大约是在1225左右 石油价格在经历连续7天的下跌之后 昨天顺利的出现了5.7%的巨大涨幅 那么今天主要的热门话题 我们就来看一下昨天澳洲央行 发布的最新会议纪要 以及现在我们看到的英镑的超跌现象 那么在过去一个月 我们知道世界的资源和矿产价格 都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涨幅 澳洲央行昨天也发表了 最新的澳元的货币纪要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次纪要里面 都说了些什么 那么肯定是有大部分的话 基本上是跟上个月比较重复 比如说中国的经济还有待稳定 澳元的高企会不利于澳洲的经济 以及澳洲目前就业率比较好 但是还需要更多的人加入 等等等等这些同样的话 那撇开这些同样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 与之前不太一样的话 其中有两句话我们需要引起重视 第一说到澳洲的房产 特别是东部地区 悉尼和墨尔本的价格一直在上涨 那么房地产的风险 对于澳洲央行来说需要重新审视 第二点说到澳洲目前的通货膨胀正在逐步恢复正常 预计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最终恢复 其实这两句话看似没有什么作用 其实是两句潜台词 我们都知道澳洲经济之前如果不好就需要再次降息 那你一降息对于房地产的泡沫来说 毫无疑问又是一次激励 利息越低人们越会贷款去买房 因此在现在房地产风险说到不断上涨的背景之下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到通货膨胀 我们知道在4月份的降息主要原因就是澳洲通货膨胀意外大降 因此澳洲央行抓住机会立刻降息 那现在既然通货膨胀已经回来了 如果你再次降息的话 毫无疑问就会有可能要推高通货膨胀 推高物价 因此在这两句话的背景之下 暗示着澳洲央行在短期之内是不太可能再降息了 那么下一次降息从目前市场的普遍预测来看 需要至少至少在明年的年中 如果澳元不是澳元 特别是澳洲的矿产 主要是铁矿石铜煤这些价格继续上涨的话 如果他们连续上涨 在未来的六个月一直在上涨 那么很有可能到了明年年中的时候 都不会再次降息了 那我们知道澳元降息意味着经济不好 升息才意味着经济恢复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降息能够省那么几十 一百块钱的房屋贷款费 其实对我们都是非常不利的 我们要看长远 关键就是要看如果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升息 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澳洲的经济正式开始恢复了 那我们再来说到英国的退欧事件 我们都知道今年两大事件 英国退欧 美国大选 英国退欧是本年第一个比较大的意外 那么英镑也因为英国意外投票选择离开欧盟 而出现了狂跌 从1.5几跌到了现在1.2几 跌幅超过了3000个点 差不多是20%的跌幅 那么英镑下跌呢 其实现在来看并没有摧毁英国的经济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其实英镑的下跌呢 还推奖了英国的股市 英国的指数因此而上涨非常之多 那其实呢 英国的这个英镑不断下跌呢 如果它的下跌是可控的 并没有造成经济恐慌 那么这样的下跌是有利于出口 有利于经济的 但是当然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呢 这个英镑的资产缩水 也意味着他们的个人财富在缩水 但是从一个国家利益来出发 英镑的贬值 意味着英国的出口竞争力 将会得到提高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呢 从6月份到现在 英镑跌了大约3000个点 其中并没有任何有效的反弹 所以我们不禁要想 这么大的跌幅3000个点 大约是20%的价值 难道明年还会再继续跌3000点 难道英国的经济 就像英镑一样这么的差 我看并不见得 英国它的确投票 是要退出欧盟 但它并没有说 6月投了票以后 今年年底之前就要退出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它很有可能一拖二 二拖三 拖个两三年 昨天英国的最高法院还表态 从法律上来说 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 因此这意味着 英国脱欧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所以在未来任何 如果英国再会发布 他们脱欧在技术上也好 时间上也好 会有延迟 那么英镑目前严重的超跌 就有可能会随时反弹 但是我的观点还是一样 虽然我们知道 基本面上英镑现在下跌太多 已经严重偏离了它的实际价值 但是在它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弹迹象之前 或者说是上涨信号之前 我们不要提前进场 再来看一下这个单个产品 首先来看澳洲股市 澳洲指数呢 昨天走的是比较玄乎 曾经一下子跌破了过去三次 小底部大约是跌破了之后呢 是仅仅下跌了十个点 非之后呢 是守在了一小时通道线之上 又开始反弹 所以我们昨天的挂单 卖出单被触发之后呢 很不幸的止损平仓了 但是我们的买入单 设在5365的价格 并没有被执行到 那么现在来看呢 澳洲指数整体 以5300到5350 这上下50点之间来回 因此我们的买入挂单 可以修改在 昨天晚上的最高价 大约是在5350的上方 5355的价格 那同样 卖出的话呢 则要做一些调整 我们可以以昨天 一小时支撑线的底部 大约是5300下方 挂在5295价格 挂单卖出 那么我再来看一下 澳元 澳元兑美元 澳美呢 我们昨天说到 这个0.7550是关键价格 那偏偏呢 现在就在这关键价格 来回的反复 既然是来回反复 并没有明确趋势 那意味着呢 我们现在就不要再去 跟单做空 或者买仗 宁可是等待好 从今天早上 一度是跌破 0.7520的情况来看 目前呢 这个澳元应该说 走势还没有完全走好 没有完全走好 所以从现在的 波动情况来看 我们分两种情况考虑 第一种呢 就是在它 这个突破了 30分钟的通道线之上 我们可以在7583挂单买入 那如果你保险一些的话呢 再往上10个点 大约是在 0.7595 再去考虑做空 那至于空单的话呢 我们则以 昨天的最低价 大约是在 0.7510 作为参考 跌破了7510 我们可以选择 挂单买出 最后来看一下 黄金价格 那么黄金价格呢 我们知道 在美国大选之后 出现了大约是 超过12%以上的暴跌 从现在来看的话呢 它底部几乎来说 看上去是走稳了 并没有继续下跌 守在了1210的底部 那么现在呢 好消息是至少 不再创新低了 但是坏消息呢 是现在 现在这个上涨呢 并没有出现 非常明显的信号 仅仅只是在 15分钟级别的图上 出现了买入信号 但是连30分钟 都没有上 那么这个15分钟呢 对我 这个参考性 对我们而言 是非常少的 那我们不妨 按照自己的风险 嗜好来排列 如果你愿意 承担风险比较大 可以在1234的价格 挂单进场 那你稍微再保守一些 那就一小时通道线 也就是在1239 5块钱之上 再进场 那你再保守一些 那么可以考虑呢 在1246最后再进场 而空单呢 也是一样 激进一些 可以选择在1219 1220做空之后 跌破之后就做空 你保守一些的话呢 则要干脆等到 1209 就是过去三天的最低价 被打破了之后 再去卖空 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需要关注的事件 就是晚上8点30分 英国的平均失薪失业率 以及他们的失业金申请人数 再往晚上看 12点30分 加拿大的制造业销售数据 和美国的PPI 以及呢 到了凌晨2点30分 美国会发布他们最新的 这个原油出量数据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现在是0.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